仍持续升级 一边是中俄合作进展神速 普京的葫芦里卖的全是发展俄军的药 就在今年 他又把目光投入到了俄罗斯海军的身上 今年上半年 俄海军司令奉普京之命 来到中国进行军事访问 其中最重要的一战就是大连造船长 他在我国055驱逐舰面前停住许久 心怀现眼赞叹恋恋 回国之前 俄海军司令向解放军的接待人 透露了一个内幕消息 普京计划用枯叶岛的资源开采权 置换一艘我国的055驱逐舰 强大如俄军 为何会动用国家资源换取别国战舰的心思 055驱逐舰有何过人之处 让见多识广的普京都惦记上了 这笔大生意要是真能达成 我国吃亏还是赚 想要解答这一系列疑问 我们得先了解库叶岛上究竟都有什么资源 能让普京自信地把它当作军事交易的筹码 其实 库叶岛原来并不是俄罗斯的领土 这片岛在很久以前是属于中国的 清朝时期 库叶岛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岛屿 由远东第一岛支撑 湾京政府昏贵无能 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割地条约 其中也有沙鹅来趁火打劫 一指爱魂条约 让库叶岛改名撒哈林岛 离开了中国的怀抱 要说沙皇还真是有眼光 这片面积相当于台湾岛两倍的远东大岛 虽然地广人稀不甚热闹 战略价值却是首屈一指 库叶岛周边的海域是千岛寒流 是海水中蕴含了丰富的微量元素 故而渔业资源极其丰富 每年库叶岛渔船打捞的雪鱼 龙虾都是不远处北海道的好几倍 这里更是全球最大的大马哈渔产地之一 岛内年捕获量高达百万吨 周边的海水蕴含着产值 岛上的植被作物更是珍贵的宝藏 库叶岛森林覆盖率将近70% 据松林 山树林绵延不绝 故而岛上林业 木材业十分兴旺 最让人垂涎的是 库叶岛蕴藏着多种多样的矿产资源 金 铜 铝 新英有近有 其中金矿达到了2000吨的大量级 20世纪末期 库叶岛北部海域还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 保守估计可达70亿的量级 南部更是接连发现储量超过1亿的煤炭资源 还有近3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库叶岛除了值钱 更是远东地区的战略要地 它北通日韩 东西连接亚欧与北美海域 可以说是沟通整个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重镇 交通枢纽的地位 赋予了库叶岛极大的军事意义 对俄罗斯而言更是如此 依托于库叶岛这个海上据点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可以向整个北亚甚至亚太地区进行辐射 由于库叶岛地处显要位置 俄罗斯还可以把它当作远东门户 尽可兴建海上军事基地 退可依托岛与屏障稳固俄军太平洋防线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库叶岛一直在俄罗斯国防安全领域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俄军在岛上兴建了大量军用机场 兵器仓库 防空洞更是不计其数 既然库叶岛对俄罗斯如此重要 那普京为什么愿意忍痛割爱 用岛屿资源开采权换我国的军舰 原因很简单 俄罗斯快支撑不住了 讲到这里 肯定会有不少朋友出言反驳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那么雄厚 支撑不住的论断从何说起 其实俄军的能耐 一直被全球军事专家高估了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多年来一直处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海军始终相对薄弱 苏联时代的太平洋舰队老底 经过多年消耗 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 可要命的是 俄罗斯国土广袤 海岸线更是漫长 没有强大海军是万万不行的 辽阔的疆域对俄罗斯而言极是幸运 也是一种诅咒 一个国家要是复原辽阔 它在战争时期就会拥有足够的战略纵身 继的陆地领土 俄罗斯历史上曾取得多次辉煌胜利 无论是拿破仑率大军入侵沙俄 还是纳粹德国陕击苏联 俄罗斯都凭借疆域广大和冬季气候恶劣的有力条件 好赢了战争 可国土面积大有力也有必 一旦战争在多处地点打响 战略纵身拉得太长容易造成首尾不能相顾的被动局面 日俄战争时期 日军只是稍微对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运输线进行骚扰破坏 沙俄在欧洲区的军用物资就连续两周不能补给到远东前线 俄军将士们只能干着急 二战期间 苏军一方面利用苏德战场的战略纵身 将德军拖入了战争泥潭 可另一方面自身也在身受战线过长治苦 德军都闪击到了莫斯科城下 远东地区集结的急行军还没出西伯利亚 艰苦卓绝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更是如此 从头到尾苏联东部的部队就没帮上什么忙 路上都如此左右之处 海洋战场的情势只会更加尴尬 俄罗斯有四块主要海域 故而从苏联时代开始 俄军一直是四大舰队的海军模式 分头负责拱卫海防 可问题是俄罗斯的四块主要海域并不相连 具有天然地理隔断 四大舰队因此只能各干各的 不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和照应 日俄战争时期 太平洋战场战事吃紧 俄军无法就近调拨战舰 只能宁愿在欧洲的波罗的海舰队 绕大远路前来支援 结果就是 波罗的海舰队毫无意外地来迟了 俄军太平洋舰队早已被日舰打得落花流水 海上战场的失利 也成了沙俄日俄战争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苏联时期 苏军难得在海洋战场上支棱了一把 大名鼎鼎的太平洋舰队 让美军的巨型航母都褪比三射 可细看苏联海军的强势 无非是依托于强大的国家军功实力下饺子造舰 苏军还是没能找到沟通四大舰队的有效方法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老大哥海量的军事遗产 可军功实力早已是山河日下 更加糟糕的是 现如今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环境 被当初的苏联险恶得多 俄罗斯的欧洲区域 几乎被北约国家团团围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俄罗斯全面开战 波罗的海舰队只能困死在欧洲内海 别想进入太平洋一步 远东地区 日韩两国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虎视眈眈 牢牢监控着俄军太平洋舰队 一旦北亚海域起波澜 太平洋舰队就是美军战舰的活靶子 黑海舰队情形同样不容乐观 因为黑海区域战略要冲伊斯坦波尔海峡 完全处在土耳其的监视之下 土机虽然实力不济 但搞偷袭骚扰 也能让黑海舰队喝一壶 再来算去 俄罗斯海军的四大舰队 也只有驻扎在北冰洋的北方舰队 尚有一战之力了 可俄乌开打一年多 北方舰队闹了无数笑话 足以说明它现在多拉胯 北方舰队军事实力迅速退步 究其原因 关键还是在于军功跟不上了 北方舰队的战舰 几乎都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造并维修 可此地如今已经越来越穷困了 随着远东区经济的不断衰落 工业生产能力自然难以维持苏联时期的水平 军工产业更是不能幸免 家底后如俄罗斯军队 也不得不走造不如买的路下了 放眼全世界 还有哪个国家既能提供顶级战舰 又可能有对俄军受的意愿呢 也只有传统友邦中国可以一世了 早在十多年前 举座张照中就在央视军事访谈节目做出过神预言 俄军总有一天会放下虚无缥缈的面子 找中国军构新型战舰 如今多年过去 预言真的实现了 普京盯上了我国的055万吨驱逐舰 哪怕放弃库业岛的丰富资源 也要将它搞到手中 055万吨驱逐舰究竟有什么好 值得普京如此青睐 答案显而易见 它是当今全球各国最顶级的万吨量级战舰之一 作为我国自主研造的镇国神器之一 055驱逐舰有着国产战舰一贯的优点 物美价廉 它的造价仅为美军诸姆沃尔特大型驱逐舰的一半 性能却丝毫不输 055驱逐舰的排水量超过了1万吨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艘万吨级驱逐舰之一 另一艘就是诸姆沃尔特 虽然吨位相差无几 但055舰的极限运行速度要比对方快 可055驱逐舰好虽好 俄军想买面临着一个名义的问题 我国外交部早在俄乌两国刚开打的时候 就明确了中立态度 不太可能对俄军受大型战舰的自打脸 于是乎 普京想了一个折中点子解决问题 即用库业岛资源开采权置换055驱逐舰 以换的名义来代替军购 当然 俄罗斯之所以用换的 不用买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在囊中羞涩 自打去年俄乌战争爆发 俄军的经费就一直没宽余过 俄罗斯为了解决军事资金问题 向我国出口了大量石油 可这些卖资源挣得钱填补俄乌战场的窟窿还嫌不够 哪里还有闲钱买战舰 既如此 俄罗斯只能卖更多资源 以换取军购经费了 正好库业岛各类资源十分丰富 又和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是理想的交易标的 有人也许要问了 库业岛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真让我国登岛进行资源开采活动 俄方能完全放心吗 其实 普京之所以动这份心思 就是基于中俄两国多年来的政治互信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大国 俄罗斯对此心知肚明 没有什么怀疑我国的理由 早在十年前 俄罗斯就开始逐步向我国开放远东区的经济利益了 两国在海参满和库尔曼斯克港先后建立了共同开发项目 如今加上一个库业岛也没什么稀奇 更何况 随着俄罗斯国家实力的不断衰弱 开发库业岛早已有心无力了 既如此 卖中国一个人情 实现库业岛当地的繁荣稳定发展 何乐而不为呢 这桩大买卖对俄罗斯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从我国的角度看 同样收益多多 最要紧的 就是我国如今急需矿产和能源资源 伴随着中国工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急速发展 功能不足成了摆在我国重工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库业岛上的丰富资源 正好可以填补我国重工业的资源缺口 除了经济收益 开发库业岛也有利于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 对盘活远东经贸 进行北方整体战略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防人之心不可无 即使面对老朋友俄罗斯 也不能不留个心眼 普京的诚意到底有几分 我国还得仔细审视 055万吨驱逐舰是我国的镇国神器 它的制造技术 是解放军最高科研机密 轻易不可对外军售 一座库业岛究竟值不值 我国还得反复掂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